为了推广台湾原住民特色农产品 行销各种原乡风味的加工商品 农粮署辅导中华民国农会 2018年12月15号跟16号两天 选在台北市西望广场 举办原乡特色作物生产辅导成果发表记者会 一开始除了有精彩的原住民歌舞表演之外 农粮署署长胡忠一 中华民国农会理事长肖景田 跟台中市农业局长王俊雄 还当场示范一段原乡料理的厨艺秀 展现原住民饮食文化的特色跟创意 所以我们从104年以来 我们陆续在桃园、新竹、屏东、台东跟花莲 这五个县、15个乡镇的33个部落 我们推动原住民产业辅导 所以由我们的各试验改良场所的专家组成辅导团 到每一个部落里面去诊断 诊断之后来了解他们的技术的落差 或者是品质要怎么样来提升 同时辅导他们来从事有机、友善、产销履律的生产 所以我们今天来推展我们的原民作物 这是很足得喝采的事情 我们也特别感谢我们农委会 今天来加强辅导我们这个原民特色的一些农作产物 这场以原来爱着你为主题的原乡特色作物发表会 除了有厨艺大师吴文志教导民众制作原住民料理之外 还能现场免费试吃品尝 农粮署还邀请接受辅导的原乡农民 展售包括田市、树豆、台湾梨、咖啡、油茶、葛玉金、小米跟香茅等作物 显示原民乡镇除了有好山好水之外 也有丰富多元跟营养美味的农特产品 参加成果发表会的原乡农民 也相当感谢农粮署举办这次活动 让他们可以把部落的好滋味推广出去 非常好 这样可以推广我们部落的农产品 让别人看到我们 对农民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就是有多一个管道 然后让小农都有机会可以贩卖自己很棒的产品 可以推销我们部落里面的农产品 然后让大家知道这个部落里面的农产品有哪些 在这场原乡特色作物发表会中 主办单位还用西螺农会生产的高丽菜 制作一棵五公尺高的圣诞树 趁机行销当季的高丽菜 农粮署表示 原住民除了是台湾历史文化重要的一环 原乡特色作物也可以生活化跟普及化 一般民众就能在家里轻松 制作道地的原乡料理 有空不妨走一趟台北市希望广场 度过一个充满浓浓原住民特色的周末假期 记者陈文旭 肖又金 台北报导